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大家! Hello!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星期几天的郭Sir 星期四而已吧? 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了 在何時呢? 歡迎來到星期四的郭Sir快答時間 我們在快答之前,大家當然要給個like 郭Sir啦! 給個like小片 還有一個like太陽神,他很辛苦 在幕後幫我們按 接著我們快答問題之前 先看一個港股 恒指年跌了兩天 跌了累積有440點之後 今早是低海的 低海171點,報19024點 跌幅隨即擴大 恒生指數跌252點,報18941點 那想問一下郭Sir 哇,市跌了幾天 我們股民們應該要怎樣部署啊? 暫時是最好觀望啦 其實都應該跟大家講過 上個星期四指數呢 一路升,星期五又升 到這個星期一又升 但是問題是這三天的成交金額呢 都是不斷地下限 由2,048億 降到1,793億 到這個星期一 指數雖然創新高 但成交金額呢 縮到1,564億 即是說市的動力不配啦 第一個階段向上衝呢 就是機構性投資者啊 一些熱錢去推動啦 都後續呢 似乎是一些投資投機者啊 省戶去追啦 大家看著2萬點 不要緊 你要看2萬點呢 那一刻是很正常的 氣氛很刺激 但是市的動力不配嘛 應該有些警覺性的啦 直到昨天來講呢 已經是明顯是趨向反覆了 尤其是呢 早日呢 大市呢 在星期二呢 一個低海之後呢 遺留了一個下降裂口 這個裂口 剛剛好出現在 這個月的頂附近 很不理想 真是絕對絕對不理想 結果呢 就是連跌3天 今天也有一個裂口啦 同時也跌穿了10天平均移動線 即是說現在呢 移動線那方面呢 下一組向下望的支持位 就是20天線 在18,564點左右 由16,044點升到19,706點 升到3,662點 調整三分之一 或者是0.318點 都有機會撤回到18,500點 所以暫時都是保守少少少好些 後續的大市怎麼行呢 現在這一分鐘還是難測 先看看這一層高台的 反覆到米技術上的調整 去到哪一個水平才能夠斷定下來 好,收到 看完大市之後 就快去答一下觀眾朋友問題啦 第一位觀眾朋友 不如答一下德米先啦 德米想問一下 郭Sir值2318 平保的 他33.2有貨 他說長線駕駛可不可以呢 還是先吃了一壺 跟著再入呢 其實如果拿得少的 你拿來少少呢 我都沒有意見 但是如果你覺得 自己投入的資金是相對比較多呢 我就傾向於先吃一半 沒有說吃完一半之後 剩下那一半 不知道怎樣做的 因為始終來說 後續就算要向上走也好 你現在面對大市的調整風險 到底跌到哪個水平才能斷定呢 那麼早兩天 平保就出售了0.03%的匯控 套現3億9200萬 那麼其實他就表示 剩下的匯控呢 是會做中線的部署 這個決定是對的 但是始終平保由低位 大概30元左右 去到近期的高位46.5元 都升了50%啦 買貨 希望賺錢 要不需要走呢 真的要自己想一想 如果你覺得 升了10元 這個回報相當理想 30%了 那就先吃了一半 剩下那半 很輕鬆地面對 再下一點的 如果真的有少少明顯的調整 或者深色調整的 將那半的錢 再在低價再回報 不是喔 沽完那半的市場 抽了上去 也都開心的 只要你賺了一半 剩下那半 剩下那半 你不是賺多些 或者擺來少少 我就傾向於先吃一半 因為指數 其實不能增加 它真的跌穿到10天平均移動線 不是這麼好 先吃一半 或者三分之一 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 收到 再看看CK想問一下 郭Sir姐 1071華電 他買入價是4.4毫 4.4毫 2600 應該是平均價 他想問一下 現在應該怎樣的部署好 其實你買下去那一刻 你是中線還是短線的部署呢 首先來說 高台來說 是一個雙頂來的 始終是有這麼多 鎮嚇的一個形態 因為你在雙頂出現之後 技術上 形態上來說 會進入了一個高台的整股 因為起步點 還是兩個8毫 那些不要說 如果你純粹是短線的操作 你4.3好 4.4好 你4.67 你都會有錢賺 你都會計數 放下技術上的指示位 一個月的低位是4.04毫 需要放這麼低呢 就自己決定 因為那個防守性都很關鍵的 這一刻的估計 由高台跌下來 已經是十二十天線 甚至五十天線都一度失手了 再向下網 真的是4.04毫 這個技術上的支持位 你可以看下去的 但是我覺得 是拿多還是拿少 如果拿少的 輸贏幾個先 沒理由現在計數 就看深一點 反正下到4.04毫 都是10%在阻止的輸贏而已 反過來 如果有一個 紀律上的後抽 上回4.5 4.6 或者再試頂的話 到時才是看細來做 11倍的往績市盈率 股值就不算貴 因為始終 電力和風融股來說 我們是可以給到的 不過息率只是半日 只有3.7% 其實就不太多 反正你買下來 現在輸贏不大 你可以再看久一點 最重要是你拿得有沒有壓力 如果沒有壓力 就腿久一點 用一個平常心去看 好 司機可以參考郭Sir建議 然後看看另外的觀眾 又想問一下 華晨1114的 他就說他有貨 想問可以上網多少 那他就7元入的 7元入現在就吃了一點點虧了 大家看看 其實由低位上來已經升了不少的了 累積的升幅已經是相當多的了 在高台買下去的話 我總是有點戒心的 因為事實上你7元買 應該是很早前買 你今天看回這個股價 一年的高位都是6.8元 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很早前很早前買下來 如果是的 捱到下去低位 然後再捱回來 你可以說多次 給著我的性格 輸贏不大 我一定計算 我一定計算 輸少我也當贏的了 這幾兩個星期 股價一直在十二十天線之間穿梭 但是我又不覺得有太大的動力 因為下面那個買盤 事實上都比較虛脅的 如果比著我選擇的話 這首貨我現在支持的了 我願輸5毛錢給他 當然知道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沽完之後 一個後抽想回去怎麼辦 那你都要真的自己考慮一下 自己的防守能力到底夠不夠 一個月的低位是5.75元 現在距離的低位還是很遠的 其實格局是屬於緊扣高台而不下的 拿得多還是少 要拿少少的 你想等下去的 我沒有意見 要拿得多的話 我自己的性格 就君子不立迷場之下 吃個少少虧不要緊 我完書我就離場 或者減半離場的了 我會這樣做 好 收到 接著再看看 觀眾朋友Lily 她想問一下郭Sir的9988阿里巴巴 她平均價格是85.3元 就有貨的 想問一下 現在應該要先走了 還是可以繼續留住呢 其實真的很尷尬 1、2、3、4 4年跌 而且今天是有一個下降離口出來了 相繼也跌穿10件線 而且足夠250件線 買巴巴只有一個理由 她真的落後於大線 當時騰訊到400元 美團都上升到120多 唯獨是巴巴都還在70多 80元 炒浸落後 這個是順利成章 不過這樣 股市呢 其實由上個星期四 星期五星期六 一直向上創新高 但是市的動力是一直減少 那就是那一刻 已經是顯示得到 一種成份股的動力 不是那麼相賠 輸贏不大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拿得不太多 我覺得問題是有 不過是不大的 如果拿貨比較重的話 找個位置先行減三分一或一半 說真的 輸贏幾元 你都預預了 85元買 去突破88 上到90元 你都可能找位吃虎的了 即是你贏5元 你懂得走 輸3、4元 你都應該離場 不過今天可惜少少的就是 昨天收市 都仍然是83元 一開出來已經開低2元 即是如果你打算 83、82元 就止虧了 其實你都沒有機會 我們最難應付的就是這些事 最怕這些是低開的裂口 幸好是2元裂口 如果裂口多些的話 走又難 不走又難 真是很辛苦的 拿得多還是少 如果拿得不太多 就先等等 帶了一個心理準備 大使如果再反覆的話 作為恆指成分 都會受累 如果多的話 無奈 市場跌穿十邊線 便會先減減三分之一 比一比 好 看完這巴巴上面 看了700騰訊 觀眾朋友想問一下 什麼時候入貨好 騰訊恆指成分 一樣是佔8% 這一層騰訊的股價表現很漂亮 由260多到近期的高位 400元 兩毫子就當你400 一頭到尾都升超過50% 如果你說低位拿了 全部都賺大錢的了 關鍵就是320元左右 踏過了320元 那一下升勢就很凌厲了 但是後續來說 如果你在308樓上再追進去 都是個高台來的 還有大家可以看到 早日是有一個上升離口 這幾天已經回補了 不過美中不足的地方 同時也跌穿了一條 十天的平均移動線 簡單說是跟大市同步 美國整個大市 暫時在二十天線上方 是轉定了下來的 你不是等等先 看看情況 是不是真的轉定 因為今天現在還是11點多鐘 還有明天的市 至於下星期三 就是今個月期止 轉倉高峰日 好倉大會不會稍為作一個反擊呢 都要看看大市的情況 而定 我覺得低一點 380-370元 375-380元 買就比較可取 但如果你現在這個價錢買 你當然是看上去390元 但問題是指數現在走在19000以下 一個不對版再反覆的 你什麼價值蝕呢 以昨天收市的384元計 現在這一分鐘 暫時說 和昨天收市是相同的 但是今天的低位 是見過376.4元 一旦再回視這個低位 你肯不肯 你要不要走火呢 這個就很關鍵了 因為始終還有一個高台 我覺得等低一點買就好些 最好就是380元 在阻止買就比較理想了 這一分鐘我認為暫時等等 很收到 接著我們回答一下KC問題 KC很好 經常支持我們的 波羅包跟我們 他想問一下1024快手 他65元有貨 想問一下現價59.9元 那可不可以交貨好呢 還是多少錢買比較適合一些呢 業績好的 季度都是賺錢 那如果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都能夠 保持到這個優勢的話 那快手的股價 應該的表現 是會優於大肆的 市況仍然是反覆的 起碼就在十堅線下 但是快手的股價 如果大家看看 表現是似乎 稍為優勝於整個大股市 最低向度 現在都是跟十二、十堅線 糾纏在一起 事實上來說 如果不是今天的股市 有一個明顯的下限 我想現在的口價 應該上升至六十堅線 我建議舊人拿著手貨 先放在這裏 那好了 有沒有持貨的能耐 有的話 輕輕買多些少 這個價錢就買多些少 那今天最低到56.95元 沒有買到可惜 那沒辦法 那下你當然先看看 最重要的是 指數現在下跌 其實它的股價相對 昨天的收市 仍然是一個上升形態 就是優於大市 再看看 今天到現在這分鐘 的成交金額 已經是多過昨天了 而且股價是站在昨天收市之上 那就是說 已經有資金 今天是作一些部署的了 如果市場稍為斷定 或者略為配合的話 去試上去一個月的高位 63.35元的機會 是比較大的 我認為上面有五百股 你真的有能力去持貨的 有能力去守住手貨的 現在這分鐘就買到一二八 反正都看好一點點了 不過說真的 是不是真的因為股價 跌了下來去溝通呢 應該不要用溝通 加住 你看好它的 你可以加住 好 明白 那KC可以參考一下郭Sir的建議 接著我們看看Paul 他想問一下郭Sir 179 德昌電機紅股 那他就問什麼位置入好呢? 上網指示怎麼撤 其實呢 德昌電機要賺一賺它 因為這麼多年 它一直在穩守自己的本業 去做那些 是汽車的那些摩打 那些窗啊 一加下去的 玻璃啊什麼什麼星星上來 那就算其他人呢 做一些地產啦 做其他的業務呢 他一直專注在自己的本業 其實都是一間 老牌子的工業股來的 那六倍多的市盈率 股值一點都不貴 息率都不差的 有五厘的 那如果你問我的話呢 有貨可以繼續守住 那如果你有沒有的話呢 那就要計算了 下面當然是高低腳色的雙底 不過上面都好像有少少少雙頂 還有大市也都有這麼多的反覆 那麼有貨的就繼續持有 我沒有太多意見 但是要買的話呢 可不可以多看一兩日呢 由12.9開始跌下來 不是很多 去到現在都是12.1 12.2 都是跌了幾毫子而已 如果大市能夠斷定的話呢 我想它在11.5到12元 應該是拿到一個 技術上的支持的了 其實早前來說呢 11.5到12元 也是整固的區間 如果是可以的話呢 等低少少作一個部署呢 就比較好 等不到的話呢 那很簡單啦 去500一手 不知道你想賣多少 當你想賣5000了好不好 對錯好 現在就買著500或者買著1000 守著門口先 你反正不是炒嘛 你是看基本因素嘛 那就可以開始作少少個部署了 好 收到 接著我們看完 一個問題看看 另一位觀眾朋友想問 就是308港交數 那你想問一下 什麼位置入口呢 港交數呢 那大市呢 本身開始有少少逆轉了 那我想就不要這麼急了 上個星期四成交金額 是2,048億 之後一路一路減少 到昨天來講都是減 今天不知道會不會進一步減啦 那市如果你的成交金額減少就是 就是失去了不斷向上衝高的動力啦 那港交數股價呢 沒有可能維持到一個強迫的走勢的 那由212元 去到近期的高位298.8元 頭踏尾差不多升了90元的啦 那這個升幅相當零厲的啦 所以我覺得呢 都是手等等好些 我不是說看淡 那大市既然走到現在這一刻 出現一個高台價反覆 就算我要買的 我都是略為保守的啦 那麼一個月的低位仍然是220元 距離現在呢 都還有很大的距離啊 那麼十堅線一旦有勢呢 下一個防線呢 就是二十堅和二百五十堅線 大概是二百七左右 等不等得到啊 等得到就先等等咯 好沒有啊 那如果真的等不到的 我又不知你想買多少 如果你想買一千股的 說都很多 一千股成二十幾萬的啦 那就買住一百手門口咯 能忍得到手就先忍忍了 好嗎 我覺得大市這兩天都會持續反覆的 好收到 那接著呢 我來看看 Andy和另一位觀眾朋友 Sky都是想問一下 3968招行的 Andy想問 可不可以入呢 他說 集團最壞的情況 是不是已經過了呢 其實內銀呢 你看過業績呢 很多都不差的 雖然說內地的經濟不明啊 有些人就說 外懷將撥避啊 要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 它業績公佈出來呢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我自己覺得呢 表現呢 都是比我們估計為好的 不過說真的 由24.2的低位 去到近日的高位39.6 升了多少呢 超過50%的了 基本面當然不差了 但是問題是你升了這麼多了 適逢大市 亦都開始進入了 升後的技術上的調整當中 以及現在這一分鐘 都是一個調整的 第2日 第3日 我建議就稍等一等 它的股價和大市是同步的 亦都跌穿了10天線 以10天線的防守性是怎樣呢 暫時很難說 但是我覺得未必是很穩陣的 股值不貴的 6倍的市盈率 5.8來的股息 在一眾商業民航來說 招行一直都是評價比較高的 但是你現在大市的氣候不相賠 所以我都傾向於比較保守一點點 不知道我這樣的建議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有一個中線的心帶去做部署 就偷低一點點分住來買 但是純粹是短炒的話 我覺得現在暫時等等 因為它由24.2上升了超過50% 現在才是第幾天的反復 可能還會有一段時間 例如需要整顧和回吐 不如等多一兩天 看看股價的表現是怎樣 以及20天線的防守性是怎樣 然後再做部署和打算比較好 好 收到 接著我去看看 阿黎媽想問一下 763 中興通訊的 問可不可以買 其實走勢是比較令人失望的 因為一個月的高位是18.3 跌下跌下 10、20天線相繼跌穿了 恆子都沒有跌穿20天線 它已經跌穿了 況且也是美國敵視的一間企業 況且高台已經出現了兩頂或者三頂了 大概是18.3度 要突破這個高位其實也不是很容易的 就算要買 我覺得也是稍稍等等 一個月的低位是15.66 15.66升到18.3 現在是12天線相繼失手 下一個防線就是50天線 看下去大概是16.5度 看看防守性是怎樣 這兩天的成交也有少少卻步 買貨的就不要急了 等等才買 等不等得到 只要兩百一手而已 就買著兩百 那就叫做 滿足了自己的持貨的心態 剩下的就慢慢買 真的不要急 好 明白 接著看看小組 他想問一下 1798大堂新能源的 都是想入 想問一下多少可以入 今天到現在為止 大家不怕 每個都想買貨 可能市場升了這麼久 大家的心態都已經開始正面 而且看好一點 不過我不是想潑爛水 我只是想說 大堂新能源 暫時都是處於一個整固等變的架構 不要說太遠 一年的高位是大概3元左右 應該是2.97 你相對現在來說 仍然是處於一個低台的 技術上的整固等變的形態 近期來說 1.92 1頂2頂有3頂 以現在的成交 要突破這3頂 又好像不容易 不過近日 一些新能源的股份 好像有些資金 投機性在炒作 我也不敢看得太淡 只是很尷尬 一個月的低位1.58 去到1.91 現在在1.92 距離高位不是差太遠 如果看回整個月的波幅來說 現在仍然有一個高台 我現在買下去 我就有些少搶包山的感覺 我就寧願稍等一等 不知道後續的市場 是回到1.9萬 還是進一步反覆 如果進一步反覆 如果進一步反覆 它不可能獨善其身 到時才會在低位 找位置再買 也是那一句 如果真的有心買的話 都是看看 你先看多少 1.91 1.91是一個月的高位 看高一點 1.92、3 有3頂在這裏 即是有1毛錢上網的空間 純粹短炒的 這個價錢買下去 一跌穿過7 你就要止蝕了 為什麼 因為一跌穿過7 所有平均移動線都會失手 情況就不太好 好了 拿1毛錢的波幅來跟它博 願不願意 願意的 你可以買少許 如果不願意的 就稍等一等 好 接著我們看看 另一位又是想入貨的朋友 波和包同學來的 他想問一隻9618京東 他又是沒有貨的 什麼位可以入 就是 問了都個個想買 真的 大家都信心爆了 好像我在這 整天潑大家爛水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背後又罵我了 但是我又沒有可能說 你買吧 不怕了 要買就買吧 我說不出這句話 京東就剛剛發了一首CB 2019年才到期 那首CB的錢就拿來 有機會拓展海外的業務 還有加大那個供應鏈 還有留一些錢 可能做回購 還有日常的營運 但是市場就好像不太賣 反應都比較負面 現在就尷尬了 因為整個月的低位 還是104.5 現在來說 仍然都在高台 這一刻已經是10天線一手 而且足及20天線 簡單說 一旦正式跌穿20天線 下一個防線 就真的要退守到115-118個頭 既然是這樣的 不妨再等等 等不及的 就買著50股 頂著引先 因為有時你想買 經常都勒著 不讓你買 你的心裡不舒服 我叫你不要買 萬一一間 真的抽上126-127 你真的會不開心 買著50股 滿足自己的持福 反正50股也是很少錢 幾千元而已 就算錯了也不相關 但是你給我選 最好的買入價 都是120元以下 或是115-120元 就比較理想 因為剛剛好騎著 250股線線上 在水平買入 我覺得安全度比較多 好收到 接著我們看看 這位朋友阿芯 他就問240 零心動公司 他不是買了 因為他17.5元有貨 好厲害 現價是20.05元 是的 20.05元 他就問 現在應該先吃了 他17.5元有的 恭喜你 起碼吃一半 真的起碼吃一半 為什麼這樣說呢 第一 他累積的升幅 由7.47到現在 已經升到高位 差不多升了三倍 升了三倍的股份 其實來講 一旦有少少高抬價反復 其實他回調的幅度 不可以看輕的 但是他的表現 是不是真的差呢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股價仍然穩守 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上 不過大市不相遭 很難說是逆市做好的 你買得很好 17元 我首先恭喜你 剛好錯好 先吃了一半 剩下那半 你守住在那裡 什麼時候再賺那半呢 當股價反復當中 足球或者跌穿 10天平均移動線 就吃了那一半 賺錢是開心的 但是帳面上的賺 你不算是真正的賺 你真是賺了錢 下了袋 倒了一手 才叫做是賺 以前的財爺 財長 梁錦松 是教過我們的 那些都不是叫做真的賺 洗了去的錢 才是屬於你自己的 當時我也不明白 洗了就沒有了 怎麼會是自己呢 現在我領略得到 他那句說話 你賺了錢 下了袋 買一些你開心的東西 跟家人吃一頓飯 洗了去 那你就成功賺了那塊錢 我終於都明白他的意思了 好 深可以參考郭Sir建議 另一位觀眾朋友說 想問一下 636咖哩物流 想問什麼位可以入 物流相關的股份 其實一直以來的表現 即是636咖哩 是呀 636 物流相關的股份 其實一直的表現 都有一段時期 是優於大使的 因為始終不單止是他的 整個板塊都是 直到現在這分鐘 仍然的 你看這個股價 除了緊構高台之外 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上 而所有平均移動線 走多兩天 會走回到250天線之上 技術上、形態上 仍然是處於市頂的格局 近期有個高位是9.62 你相對現在是9.49 是屬於緊構高台而不下 不過這個月份 由7.17開始起 1234說很多支羊竹 恐到現在這個水平 我就覺得現在再買下去 就有些少少搶包生的感覺 我就寧願等等 第一就是它的股值 是一般21倍的往績市盈率 不是特別吸引 況且股息 往績來講只有兩厘多 買去 純粹是憧憬股價上升 帶來的投資回報 但問題由7.4%上升到現在 已經升了30% 如果市現在正在紅 1萬9千多 市正在2萬 就乘坐順風車 反正你也是買當頭升 但市又不是 高位下來已經有些逆轉 所以在包山頂來買貨 我是有些保留的 至於需不需要等低些才買 就是你自己決定 我不會去搏 現在這個口價 況且真的升了這麼多 最低限度都等回去 8.8到9元的區間 所以才考慮 現在這一分鐘就有少少賣貴了的感覺 不知道你認不認同 好 接著看看另一位觀眾朋友 想問一下 1478 休泰科技的 都是想買的 想問一下郭帥 好不好買 什麼隔日譜 啊 個個都想買 是啊 如果說往直來說 是50倍市場 那些不要說了 其實買股份 一直都是看前景的 但是就算是這樣 由2.48到近期的高位 都升了50% 這一兩天就有少少逆轉了 第一就是最高的口價是4.21元 但是當日是低收的 下影線很長 接著 今天的下跌 亦都輕輕跟10天線糾纏在一起 可能到收市那刻 真的會輕輕跌穿10天線 下網就是20天線那頭 那如果要買的 我覺得 等低一點 都是比較好 3.02元 是一個月的低位 去到4.21元 升了大概 我覺得是30幾% 要買的 好不好下回3.6元 或者低一點 才在座考慮呢 能否忍到就看你自己 如果你忍不到手 深思思的 想買的 買2萬股 1萬股 不要緊 買住2千先 買住2千的 錯了都好 都是那2千股 但是能忍到手 就最好忍忍線 是吧 這是我的看法 明白 接著看看 Kent問題 他想問一下 3888 金山軟件的 他就26元有貨 差不多 他就問 怎麽應該繼續持續 很尷尬 為什麽這樣說 我不要說股值 即65倍的市盈率 其實就一點都不算便宜 但是相關的股份 從來都不是只看股值 那麽簡單 由18.4開始見底的回升 去到近期的高位 應該是28.1毫半 其實差不多都升了30-40% 現在就在高台中整固 到底是進一步市穿250天線再上 亦說受制250天線 回市回到100天線 或者甚至低一點 暫時來說 我都看不到 但是如果你26元買的 現在輸贏五大的 好不好這樣 一個月的低位 剛剛好是24.25 整個月的高位 就是28.25 你就在一個月的波幅中間買下去 到底升多2元 還是跌多1元 現在這分鐘我都不知道 但是既然它能夠 咬住10-20天線 暫時的表現 就不算太差 你買得多還是少 如果買得不是太多 就先等等 如果買得多 比起我的話 就看大市 如果大市的氣氛 是轉弱的話 那君子不留危牢之下 我當然是輕輕減減磅 儘量拿回現金 你不要說我保守 因為事實上來說 這陣子的上升 是由政策和資金主導的 不是說實體經濟很好 企業盈利 前景是賺錢 才會推動市上升 不是那回事 不預期大市會會大跌 但是下跌1萬8千多 心中是不舒服的 不是太多的 就是暫時等等 反正贏輸也未知 但如果有些壓力的話 就放下指示位 一個月的低位是24.25元 反正落到那個水平 輸也是8%左右 不過要理性執行指示才行 好,收到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支持 大家走之前 記得多給我們一個like 博Sir發達 明天的11點 都會和大家見面 一定 當然 大家記得 看完財景888之後 就不要走開了 另外等下4點半的時候 都有郭Sir財景直播室 等下4點半再和大家見面 OK 拜拜 大家記得給like 留言 訂閱 按鈴鐺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想鼓勵我們的話 歡迎可以按個superfans 給多些支持我們 多謝 其一支 我們要搜尋 小蘇 按鈴鐺 我們可以按鈴鐺 按鈴鐺 然後放在這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